记者吴亮一台北报道,日本核灾区食品是否在近期开放的议题又浮上台面。 食品药物管理署署长吴秀梅无奈表示,真的没有时间表,也从未接获任何来自卫福部或行政院的指示。 媒体报道,最快在农历年开放日本核灾区食品,但行政院又打脸没有时间表。 吴秀梅接受记者访问时无奈地说,她也是看报纸才知道。 吴秀梅说,她真的没接到来自卫福部或行政院的任何通知,也没听过任何进度,更别说要在农历年节时开放,也批评媒体都在乱猜。 部分媒体从2015年起每隔数月就报道日本核灾区食品即将开放,但已在被打脸。 卫福部、行政院也多次出面说明,但类似的谣言总是越上新闻版面。 卫福部本周在年中记者会时抛出对日本核灾区食品,因以高风险食品管制取代地区禁令议题,引发社会极大讨论,也被解读为将全面开放核灾区食品。 不过包括食药署、卫福部和行政院都说明,目前真的没有时间表,目前仅剩我国和中国人全面限制日本核灾区食品进口,其他国家包括欧盟各国已解禁,美国禁止输入部分品项食品等。 我国自2011年3月限制日本核灾区食品至今7年来,供检验11万5653件日本进口食品都符合我国规定。 虽然其中有220个样本,被检验出含尾量辐射,但也没超出我国标准。 吴秀梅强调,要开放核灾区食品的传言不定时会冒出来,但他们真的没有接获任何通知或消息,也已经多次口头和发布新闻稿澄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